胡盖为什么会动? 瓦特是两百多年前英国的科学家。 他小时候有一天看奶奶做饭, 一壶水开了, 胡盖不停地上下跳动。 瓦特觉得很奇怪, 就问, 奶奶,胡盖为什么会动? 奶奶说, 水开了, 水蒸气冲出来, 胡盖就动了。 瓦特还是不明白, 为什么水开了就会有水蒸气呢? 为什么水蒸气能让胡盖动起来呢? 他常常坐在炉边, 一边看, 一边想。 长大后, 他做了很多试验, 后来他发明了蒸气机, 成了一位有名的科学家。 翨了, 根本就跟四伕验。 通行。 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